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9月15号 星期三 9月29号等于再有半个月 日本的自民党的内部总裁选举 但是传说其实基本上就是日本首相 现在看起来对华的强用派河野太郎 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日本首相 当然其次是石破茂 然后还有什么岸田文雄 高士早苗 他们四个人竞争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河野太郎是最有可能 然后石破茂可能就是说要宣布放弃竞选 转而支持河野太郎 他们在谈就是说一种政治谈判 就是说达到某种协议的话 他不选了 他在支持你 他两个是排在前两个的 就是说第一名和第二名 势力是最大的两个 他俩只要一携手的话 那河野太郎就赢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河野太郎应该就是说 基本上是手拿把掐了 那河野太郎当过日本的外务大臣 是2017年到2019年 然后2019年到2020年的当任的防务大臣 河野太郎当任的防卫大臣的时候 就是国务部长的时候 他说他说担任外务大臣的时候 非常谨慎 没有说中国是威胁 因为外务大臣的话 等于算是外交部部长 还要跟中国打交道 没有说中国是威胁 但是作为的防务大臣 就国务部长的话 我必须说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安全威胁 而且他说日本一定会为了保卫 保卫钓鱼岛 而与中国开战 态度的异常强硬 而且河野太郎 以麻生太郎的关系非常好 在日本政界来讲 普遍认为他属于麻生派 就是麻生派别里的 那么麻生太郎 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异常强硬 之前我们报道过 麻生太郎说 说如果中国大陆胆敢武统台湾的话 对日本来说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机 日本必须行使自卫权与中国开战 这是麻生太郎的态度 所以你就能看出来 河野太郎和麻生太郎 这种态度 这样看起来 河野太郎很有可能 就是说对华强派 就是说要当首相 有人说是不是对中国不太好 这个是肯定的 日本现在说实话 就跟美国一样 甭管谁来当的话 就是说表面上来讲 都会跟中国闹得很僵 但是实质性怎么样 不好说 因为河野太郎当了首相之后 有很多问题 不是说你以为你当首相 大家都听你的 然后你说什么 大家就干什么 不是那样子的 有的时候 其实下面不是很服 内部还有一些问题 那么河野上来了之后 能不能就是说服众 能不能把自己 都不要说 自己国内的事都屡顺 能不能把自民党党内的关系 层层叠这些关系都屡顺 还不好说 所以像这种东西 就是说突然了换了政府 上来之后 到底怎么样 其实有很多问题 他自己是很强硬 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能不能实现 有问题 就连习近平也是 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 那时候周永康还没抓 然后军委的副主席 还是郭伯雄 徐才厚 那个时候 习近平也是 其实很有问题 还不好说 你懂我意思吧 是到了现在 这第二届都快结束了 这陆陆续续的 把这些人都办了 就是办了多少 大老虎高官 这到现在的 习近平才终于算是 把权力就是说集中了集中 但是我告诉你 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常委里边 习近平还是不满意 李克强就极为的不满意 早想把李克强弄下去 你懂了吧 所以到现在为止 习近平对内都没有达到一个 自己百分之百满意的一个成果 这都搞了多少年了 这都搞了 搞了快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河野太郎 一上来之后 身边围绕的也都是什么 古俊山 郭伯雄 徐才厚这些 对不对 通常异梦的 能不能处理的好 其实不好说 但是当然了 河野太郎是一个 顿华的异常强硬派 这点我们是给予肯定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